大家好,我是我爱及500周业预测 今天是7月26号 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个虚拟货币 是Link 这个虚拟货币曾经预测过好几次 那么再预测一下 昨天测的是7块3毛5 7块3毛5 有人说这个虚拟货币在今年会有一个大爆发 所以请我预测一下 那么昨天摇了这一个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虚拟货币在今年会不会大爆发 我对这个挂箱的解读是 庄稼有做空布局的意图 把控交易量的走向 主力资金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 而导致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 所以今后可能将维持低迷的状况 它的这个价格可能会维持低迷的状况 甚至会进一步的下跌 它的价格下跌可能是6块9到7块9之间 可能是有限的上下浮动 用这个股票的专业用云呢 可能就是载货震荡 那么它什么时候能够有上升的机会 那就是明年的春天 刚才的一个虚拟货币 TWT也是明年 这个虚拟货币也是明年 明年春天 才会有理论上的上升 所以总体而言 我对这个虚拟货币并不太看好 所以应该这样去理解 风险大于机会 如果说两个虚拟货币 刚才讲的那个虚拟货币是 TWT今天是两个视频 这一个和这一个 两个虚拟货币 让我来选的话 我更看好的是这一个 所以对这个 宁可这个虚拟货币 它是在明年春天 是理论上的上升 理论上的上升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 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建议大家 要理性的对待 不要去盲目的相信 网络上的一些人们 什么2023年 这个虚拟货币 是潜力很大的 什么爆发币之类的 这个希望大家 理性对待这个虚拟货币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